近年来,杨子通过其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,已经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 但他的魅力不仅仅局限于荧幕上,在综艺节目中他也展现出了独特的综艺感,让人们看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。 在众多综艺节目中,杨子以其反应速度快和情商在线的特点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他的思维敏捷,能够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,展现出他的机智和聪明才智。 同时,他的情商也让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游刃有余,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善良。 除了反应速度快和情商高之外,杨子还展现出了他的可爱和软门的一面。 他的笑容总是那么甜美,让人感受到他的温暖和亲切。 在综艺节目中,他也经常表现出自己调皮和活泼的一面,让人觉得他非常可爱和有趣。 更重要的是,杨子总是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被调侃的情况,不会因此而挂脸。 他的心态非常开放,总是能够以笑哈哈的态度面对各种调侃和玩笑。 这种积极的态度也让他在综艺节目中更加放得开,更加能够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魅力。 杨子的活力也是他的一大特点。 在综艺节目中,他总是充满活力和朝气蓬勃的样子。 无论是做游戏还是完成任务,他都能够全力以赴,让观众感受到他的热情和活力。 这种活力也让他的综艺感更加突出,更加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。 同时,杨子的妙语莲珠也是他的一大亮点。 在综艺节目中,他总是能够用幽默分区的语言逗得观众捧腹大笑。 他的口才也非常好,能够以巧妙的方式化解尴尬和紧张的气氛。 这种妙语莲珠的能力也让他的综艺感更加出色,更加能够赢得观众的喜爱。 总的来说,杨子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非常出色。 他的反应速度快,情商高,可爱软萌,活力无限和妙语莲珠的特点都让他在节目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。 观众们也纷纷表示,看杨子的综艺节目真的很放松,能够让人心情愉悦。 通过观看杨子的综艺节目,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在影视作品之外的另一面,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幽默分区和活力肆意。 他的表现也让我们相信,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还是在综艺节目中,他都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展现出自己的魅力,成为观众们心中的小太阳。